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柯凡介绍美食时 今天去哪里? 今天去到娃马拉 娃马拉是地铁站 而地铁站2号出口 便会上来这个商场 这个商场里面有很多层 我们现在在六楼 看到吗? 我们上来先决定吃什么 因为这里有太多食物 而娃马拉我们有说过 如果我们在这里住一个月 每天吃一间食肆 我相信娃马拉也不能 让我们吃完所有食肆 可想而知这里有多少食肆 我们今天选择了一间叫Sabu 这是一间Osi集团 这个集团其实有很多 有一些叫做自助的 不是这只铺飞 而是普通夹食物的铺飞 我们今天就去这间试一试 这间其实也有很多食物 它有牛和猪 我们先坐下 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让我们下视频 铺飞 這裡不算太多 湯底有四款 我們每人點了兩款 因為每個人可以點兩款 我們就試了這麼多的味道給大家看 裡面的食物價錢 全部都獨立有一個價錢 我都不再獨立慢慢說了 我拍給大家看 今天我們點的 是699匹任食的牛 如果豬就529 如果大家不喜歡吃牛 也可以吃豬 牛這個就是699匹 裡面有這麼多款牛 另外豬就是這個 529匹 所以分別就是豬 一個是牛 我們不說了 東西都差不多到 待會有東西來 再和大家慢慢聊 說說餐 外面要拿的東西 少少 只有汽水 冰 和某些少量的果汁飲品 所以不算太多 要走出來 只是喝東西要走出來 好啦好啦好啦你看看這裡送東西來呢 是這樣的 見不見 哇 多搞笑 還會響音樂欠 其實我拿完東西出來 然後它就會離開了 我還沒拿完 對啦 老婆拿完那碟 它就會離開了 見不見 好 拜拜 就是這樣了 這個也挺堅密的 挺可愛的 我們點了一個Beef的泡妃套 699匹加加的 價錢其實已經寫了出來 總數兩個人要1495匹 大約1500匹左右 即是300多元左右 不算太貴 可以坐多久呢 坐120分鐘 我們現在都吃了15分鐘 其實你說幾快 很快 我們先吃完第一次 接著再第二次 慢慢講解其他肉類的食物 給大家看 這個炸雞做得不錯 第一 不會炸到過濃 裡面還很濕潤 我弄開給大家看看 中間那裡是怎樣的 大家看到肉嗎 是很嫩的 所以 這個雞不算很差 不算是雪到硬了 有雪味的那隻 當然 這個一定不是新鮮雞 是雪雞 但它的質素亦不差 說真的 任吃有這樣的質素 算是這樣的 我來了 熟食方面 第二款我叫了 中華沙律 中華沙律 它問你 我一份嗎 還是兩份? 因為我們是一人鍋的關係 兩個人就問我們 你是一份還是兩份 而器皿可以選擇小或中 可能你選擇中 就會給你多一點份量 原來小拿到上桌的時候 都不算少 現在鏡頭面前這份就是小 它都裝得滿 最重要是口感極之好 好過香港食放題的地方 多多聲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第一 它冷得夠冰凍 第二 它調味方便一流 第三 芝麻落得夠多 第四 咬下去真是有脆口的感覺 平時對於這些小食 我們不追求的 因為覺得壓住了胃部 你吃那些名貴的豬啊牛啊 或者其他覺得值回票價的菜式 那就沒有那麼多位置放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小食 真是值得推介 剛才老公吃完第一口 就說 正啊 是不是 是啊 嘩 真是好正啊 第一 它夠冷 很爽口 很多時候呢 有些不夠冷 和不夠爽口 這個呢 我想比日本的壽司店 做得更加好吃 質素更加高 所以現在兩款小食呢 我都頗滿意 看看接下來第三款又怎樣 這個呢 這個呢 也是小食之一的炸餃子 為什麼會說炸餃子呢 大家看我的皮你就知道了 完全不是煎的感覺 是炸得脆脆脆的 這個呢 其實這個感覺 吃下去已經有點像什麼呢 白番那個煎餃 但是白番那個煎餃呢 我會覺得容易入口一點 還有油膩感沒有那麼高 而這個炸餃子呢 你看看 嘩 油膩感 真的比石堅 不是開玩笑 但是呢 幸好它裡面的油不多 擠油呢 全部擠在外面 不是在裡面 我覺得都 其實是OK的了 因為它這個皮很薄 咬下去吃得很舒服 不會有慘口的感覺 裡面肉呢 它有一些少許的椰菜在裡面 混了一些肉碎 所以吃下去是挺清新的 然後呢 它配了一個醬汁 這個是一個餃子汁 很普通 不是說很特別 你說混了些什麼 去做呢 我很相信現成 倒出來的 其實它有酸酸甜甜的感覺 再加上呢 有些芝麻在上面 讓大家點完之後 吃了呢 都會更加聰明一點 吃的 第五款小食呢 我點了一個細份的肉籽卷 原來細份呢 就是兩塊 如果中份呢 就寫明是四塊 它配上了一碟汁的 大家猜一下 它配上了這碟汁是什麼味道 原來是泰國的雞醬 再加一點蒜蓉汁 非常之夜味 還要有甜甜辣辣的口感 再加上這個肉籽卷 做的效果呢 都不錯 雖然沒有流心蛋 在裡面 但是呢 都算是入口 是容易接受的 有時候我很怕吃熟蛋 但是呢 這個效果都算是做得OK的 剛剛呢 各自吃了一半的 我和老公 好不好吃啊 哇 蠻好吃的 不是像香港那樣鬆泡泡的 這個很紮實 很有質感 所以咬下去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它不是很甜的 這個東西很有趣的 泰國主張都是甜的 它這個反而不甜的 很有趣 吃完之後 會不會又利又濟 這個不會 雖然你看到好像有些油在那樣 但是又不利又不濟 第四樣熟食都相當不錯 至於第五樣和第六樣 我不打算介紹了 第五樣它寫著是即食蟹柳 但是呢 我們都喜歡 放在湯底裡 滾一滾去才吃的 第六樣呢 我就沒有點 因為看圖片呢 是泡菜 即是泡菜 泡菜 泡菜 泡菜我一般的 而老公呢 被枝刺刺 所以呢 我就避免奶了 不會想冒險的 所以呢 就應該打算放棄的了 至於沙煲沙煲的湯底呢 它寫明呢 有四款 每一個人呢 可以點兩款的配搭 鏡頭面前看到的鍋呢 就是我選的 最近鏡頭那個呢 就是瘦氣燒 Sukiyaki的湯 它是甜甜的 咸味就比較少 但是呢 它的甜味不算太濃 我覺得幾容易入口 幾容易接受 而且它的速度呢 是快點滾起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個湯底濃呢 那第二款呢 就是海帶湯 海帶湯呢 它的味道呢 好像下了一些 鑑魚粉 或者鑑魚碎的味道 它不是純粹只有海帶味的 它有一些鮮味 就是鑑魚的鮮味 只是喝也挺好喝的 接下來的兩款呢 就是近鏡頭那個呢 就是普通清湯 它不是沒有味的 它也沒有蔬菜味 它有一點點鹹味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鹽的味呢 我又不覺得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 海帶鑑魚的味呢 我也不覺得像 但是呢 它那種味呢 都像是 類似下了雞粉那種 咸味 但是又不是很濃郁那種 是一點點而已 然後最後那款呢 大家都熟識的了 麵豉湯 不過這個麵豉湯又挺划算的 因為它不是過濃過鹹過腸喉 剛才老公一喝呢 就在這裏讚了 是嗎 是啊 你知道啦 我最喜歡這麵豉湯 又鹹又濃 它這個味呢 真是真真正硬 要來做火鍋呢 一流 它的味道調配得剛剛好 我就這樣不來喝 我都不覺得會逐喉那種感覺 所以認真不錯 你看看音樂 隔壁台就被人送給你了 所以不停不停響 所以這裡有四款湯底選擇 都相當不錯的了 這碟是澳洲牛 我們點了一碟大碟 件數也挺厲害 又多件數 又夠大塊 看看我右上的照片 我拍了出來的 其實它也很紅 而且不是黑乳乳的 即是說它做來的時候 也是十分之好 大家看看 我錄的時間 其實剛剛放進去已經撈上來了 脂肪感也足夠 這個牛不是很厚 很薄身 所以很快 這條蜻蜓點水 點一點就要上了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吃了一碟 這碟第二碟 質素依然這麼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呢 打算吃完第一輪 第二輪再跟你們說 因為第一輪的食物有多 還有不知道味道 想快點試完它 然後我們再叫第二次 我們本來第一次叫碟中 現在叫碟大的 可想而知是多好吃 鏡頭面前錄起這兩塊呢 是美國肥牛 哇 它切得好像紫那麼薄 比起平時我們在街市的凍肉公司 買到的肥牛 起碼薄多一至兩倍 吃下去呢 肉質是鬆軟的 而且肉味都夠濃 牛肉的脂肪呢 也都是有的 吃下去呢 有些蛋液和油脂 在牛肉上滲出來 都算是好吃 而且最特別是它不粗口 雖然我錄的時間不是太久 但是口感也不錯 而且肉味夠濃 我覺得是領便享受好吃的 這個是小食來的 炸魚蛋 一碟有六粒 真的六粒而已 一粒粒好像雞精一樣大粒 不算大大粒 但是它的味道不差 炸的時候不會炸得很熱 應該說是普通的 好像魚片一樣炸一炸 這個是拿來放湯的 放完湯之後 會更加好吃 小小粒幾個人 不算很大粒 吃到又飽又滑 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不錯 兩個人點一碟就剛剛好 就好了 這個是滑豆腐 一碟有四塊 其實看上去都像白福 精煮豆腐 但是吃下去 好像比蒸煮豆腐再滑多一點 而且我都不敢大力自己夾上來 因為我怕筷子都容易夾爛它 所以用匙羹拔上來就拿著 好像比較穩 它滑的程度和軟的程度 真的很享受 非常厲害 加上我碗裡面附切的蛋和醬油 真的有另外一番滋味 接著講講這個豬梅頭 它一碟都很多件 我們就叫了一碟中尺寸 這個它有分中和大 我們豬的興趣就不是太大 但是如果大家喜歡吃豬 我覺得這個OK 為什麼呢 第一它不粗口 因為很多時候豬錄得太久 或者是六個龍 或者本身它不夠六個龍 你錄得比較接近熟 因為豬我不敢太生吃 我怕一會自己會豬叫 那就麻煩了 這個豬梅頭我覺得不差 你看看 它錄的時候都剛剛好 而且你看看 它所有的脂肪都不是太多 不會太肥 又不算很粗 真的認真不錯 這個值得叫來試試 牛之後 這個豬我都覺得不差 鏡頭面前看到那個 類似牛板劍的物體 但是咬下去 它的牛肉味也有 只不過因為它沒有什麼脂肪 大幅圖那裡 反而看到有脂肪 你說多好笑呢 吃下去是有點粗口的感覺 不過不算太厲害 可能因為它剪得夠薄 所以我錄的時間會更加短一點 變相你錄的時間沒有那麼久 可能鞋口的感覺 都會減退了一部分 我今次也是點了中份 不是點大份 中份它是有100g 而大份就多多50% 所以就有150g 這次已經是第二碟了 我覺得上次吃了的口感 不算太差 和牛肉味都夠濃 所以我都繼續挑戰 好了 中途講講這輛車 其實這四大盒的東西 就是四大盒湯 你是可個別加湯 另外這兩個就是豉油汁 所以它也不錯 剛才它給了我們一瓶水 原來是可以獨立加湯的 認真不差 接著講講這個豬腩片 這碟豬腩片很大碟 其實你右上角看一看 你就看到那碟是多大碟 這個豬腩片很有趣 其實它真的很像煙肉 看不看得到 一肥一瘦 一肥一瘦 好像煎煙肉的感覺 烤來早吃早餐 但這個吃起來的口感 像什麼呢 說你也不相信 它不像煙肉 它像刀剎麵 它的感覺就像刀剎麵 那種軟軟度 有口感 豬的味道都不突出 所以很可愛 我也不知道它是否 用刀剎麵的做法 來做這個煙肉 我真的答不到你 但這個你問我 就普普通通了 因為你竟然一個類似豬腩片的東西 它做不出那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就會比較失色 好 接著講講這個 它叫做烏冬 其實來到的時候 它翹上一塊 樣子是不差的 但是錄完之後 就覺得兩回事 真的事如願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吃起來的口感 跟這個上海麵差不多 上海麵有些真的會挺漂亮 挺好吃 而這個它會比較軟 散修修 是完全沒有那種口感 吃起來的感覺 是很不自然 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真的不要點了 雖然是任吃 但也不要浪費自己的肚子 我們就無所謂 小碟一人一半 大家拆包子瓣 拆了它 輸了那個吃多一點 先試一下 鏡頭面前見到那一碟 長條形透明的物體 其實我就當了它是薯粉 看上去 它好像啫喱玄堂 吃起來的口感也有點像 但我問老公 你能否當它是薯粉 這個也是那一句 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其實這個食物也是不好吃的 不過 剛才有個烏冬 做了炮灰 烏冬 就比較再不好吃 所以 有對比之下 這個食物就會好吃很多 但你問我是不是好吃 也是不好吃的 哈哈哈哈 又學識了四個字 鹽尖腎門 是不是呀 說起來 如果這一碟 正正式式來說 它咬綠的口感 有一點點不像薯粉 真的像啫喱玄堂 多一點 但你問我 它夠不夠滑 它又不是十分滑 如果對比之下 反而剛才的烏冬 比它更滑 但是 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這一碟 是好吃的烏冬 而且 如果你在沒有澱粉質之下 的選擇 除了白飯之外 就是剩下烏冬 和這個 類似薯粉的選擇 那釋除專便 如果你真是一個澱粉控 那這三樣 隨便選一樣 好了 來個微人照鏡 我們剛才 還買了一杯飲料 還有一些不好吃的 類似粉絲的冬粉 現在正在清淡了 裡面的鍋子 都沒有多少東西 還有少許 接著還有一些飲料 還有這些呢 是一些前菜的蔥 還有一些不知 一塊蘿蔔蓉 來的 我們都不適合的 這些 接著就講講 最後總食評 這間叫做沙布 就是王媽拉商場樓上 是頂樓數下方樓的位置 今天大家雅人吃牛 都只吃了1495元 75元都不用 2小時 120分鐘 一直吃到我 食物質素不可以說很突出 但告訴你很好吃 第二就是小食也不算做得差 菜類亦多 另外還有豬的菜單 豬的菜單價錢不便宜 500多元 這裏不需要加加 只是單一個加 是529元 豬就變少了 豬固自然 因為牛的那一半也有豬 豬只有兩樣豬 還有一個有蛋撈的豬 即是三款 相對真的會少好 很多選擇 豬的質素亦不差 而且很好吃 這裏冷氣也很足夠 還有這裏也是 OK 扣滿扣 另外 中途拿了一個菜單 告訴我原來這裏有甜品 單點 我們算了 因為都很飽 還有這裏是一人一鍋 一鍋有兩個湯底 兩個人已經吃完四個湯底 這裏全菜是用一個 好像火車那樣的菜式 很快 東西放到整桌都是 所以我覺得不錯 這裏人又不多 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星期日 還有什麼環境 為什麼會沒有人呢 這樣的價錢 只是說其他名店太多了 這裏也不太明白 變了 就真的不是太多人來吃 這裏我想過下次 如果有朋友來都可以帶他來吃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價錢公道 第二 一人一鍋 不需要大大鍋 一人在這裡洗筷子 變成這裏是不錯的 其他東西等老婆說說吧 另外 在老婆說之前 我給大家看看 另外這裏是用QR Code賣單的 變成有很多東西 雖然不是差很遠 你會見到是1495.86元 變成不用付1496元 這裏就會欠少許錢 我有時也會看的 如果美數是有點多的 我就會用QR Code賣 沒有點多的實數 我就會付錢 這些可能都是少許錢 不算多 但在我來說 我有些叫做不吃虧的性格 省得一元 只有一元 所以 如果是有這樣的個案 我就會用QR Code 如果不是我就會付錢 大家記不記得 省得一元 只有一元的廣告 說有隻恐龍馬大口 可以隨時扔那一元下去 說笑而已 其實今天真的吃得很開心 雖然它沒有海鮮 煙海鮮是我們比較喜歡吃的一個類別 它的豬和牛的質素都相當不錯 收感的價錢 都吃到一些不算最差最差的牛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而且它任何吃 真的可以給你足夠 它最好就是因為店員會問你 大份還是西份 每一樣東西你忘記說 它都會問你 所以我覺得都算是貼心的 因為它看到你兩個人有時候叫細份 它都會提一提你 還有 飲品都是飲針 不需要額外加多幾十匹或者一百匹 我覺得 雖然種類不算太多 但起碼有先 你省回飲品的單店已經不少錢了 還有最重要是吃這麼熱辣辣的火鍋 冷氣一定要足夠 還有它這裏的樓底都相當高 服務員的態度也都非常之好 整體上連環境的清潔度 還有它有新鮮感 小朋友來吃又有見到一架 今場的電動火車運送食物 我覺得這個真是劍密的部分 會令小朋友吃得特別開心特別興奮 整體上這裏真的吃得很滿足很飽 我今天也吃得很開心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裏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